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Sor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跟我一樣遇過 在刷圖的過程中 忽然找不到滑鼠圖標在哪裡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封測更嚴重 原本的滑鼠圖標更小更不明顯 公測後雖然稍微變大了 但之前實況時 還是常常會打到一半就找不到滑鼠了 今天分享一套軟體 可以讓滑鼠變得明顯 之後就不用怕找不到滑鼠啦 這方法不只火炬可用 未來有其他遊戲遇到找不到滑鼠有標的問題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解決 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這次的主題吧 首先來介紹這個軟體 Yolomouse 這個軟體是我在Google搜尋解決滑鼠有標的問題時 在其他遊戲中學到的 這邊有一個重點要先說明 這套軟體是付費軟體 雖然可以免費使用 但是有使用時間限制 我原本是用免費的 但打到一半時間到就會跳出一個試裝提醒付費 雖然按繼續就可以繼續使用 但因為是打了一半會忽然跳出來一個視窗 人物就不能動了 我因為這樣死了兩次 就決定不貪小便宜了 去死聽花120元買 反正不貴又是一次性付費 買完未來就能一直用 就當作支持一下辛苦的程式開發人員了 之後有其他遊戲遇到這個問題也能使用 小型創作者是很辛苦的 這就讓我想起不久前朋友分享了 WOWDBM插件創作者的故事 免費維護了10年 下載次數超過2億次 結果把作者自己搞得窮棍潦倒的故事 大家還是要多支持小型創作者啊 離題了繼續來介紹用法吧 首先來介紹一下用法 這邊搭配熱鍵說明會比較明瞭 雖然有很多種熱鍵 這邊叫一個最簡單的設定方式 要叫出特製的滑鼠流標 若火炬是視窗化 要先確定滑鼠已經在火炬的視窗中 不然會改到系統的 確定滑鼠在火炬中 並按下Ctrl加LT加C 會出現一個 游標圖示選擇畫面 選擇一個你想要更改的圖示 U選了這個綠色的 並調整大小 之後按下確定 回到遊戲就發現圖示變了 若覺得太大或太小 或者是想選別的圖示 可以再按Ctrl加LT加C回去選 若當純只想調大小 可以按Ctrl加LT加- 與Ctrl加LT加等於調整 若不想更換成其他圖示 只想要把原本遊戲中的滑鼠圖變大 也是可以的 先按下Ctrl加LT加0 恢復到原本的滑鼠圖 直接用Ctrl加LT加- 或Ctrl加LT加等於調整大小 這樣就不怕找不到滑鼠了 最後就是用這個超大滑鼠 示範一次打圖流程 讓大家看看變大之後打圖會如何 這邊只是影片效果 博君一笑 正常不建議放那麼大 適中就好 太大也會有反效果 這邊用最容易找不到滑鼠的狂人示範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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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因為滑鼠游標很明顯 即使在怪很多畫面很複雜的情況下 也不會因為找不到滑鼠游標站而撞錯方向 一邊用旋風斬一邊用螺旋及閃怪就很簡單 這邊就是標準的負面示範了 滑鼠放太大擋住網的動向 心態也因為滑鼠放大覺得安心就放得太輕鬆了 所以大小還是適中就好 這樣一輪就結束了 火氣之光無限滑鼠變大教學就介紹到這 若有什麼疑問歡迎在影片下方提問 我會努力回覆大家的問題 並再提醒大家記得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並按下訂閱旁鈴鐺開始通知 之後有新的遊戲介紹影片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囉 並歡迎大家拿我的遊戲實況聊聊 每天晚上在Twitter開播 等你來喔 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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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